新一季的会员优惠已经推出了 如果大家想在下一季继续和我们一起听Michael的分析 和更多的精彩内容 大家记得加入我们沈角城赛马汽车工作室 我们在这里约定大家 各位网友 YouTube的网友 海外的油管网友 新旧网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我这个沈角城赛马汽车工作室 是一个季前的一些热身 大家都依然继续热身 这条片放上去YouTube 就是6日 8月6日的星期二 距离开马季足足还有一个月 我们先开始探讨一下 在这段时间有一些赛马的新闻 我自己的看法 进入正题就麻烦 当然大家点赞、留言、分享 还有订阅 将微弱的声音 可以显得 是慢慢更加有威力 可以监察到马会 就不要独断独行 好像一言堂 华智里那样 刚刚在几日前 看到马会公布了一个 比较上 其实此是而非 大家可以觉得 会不会真的可以实现到的 在2026年 就会定期地在广州 特别指明广州 举办赛事 其实在国内里面 根本就整天都有很多 不论武汉、上海、蒙古 很多地方 其实现在已经 当然包括广州 已经是有赛事举办的 也都有很多 国内的马主 都是有羊马 但是他们的形式 大家都很明白 国内的原则 那个规则 那他们的形式 就比较上是 表面是一点都没有 社会 就是这个 资本主义特色 不容许 赌博 是吧 那你说 将它 好像足球那样 变成了这个叫 博彩福利 那会不会是可以 可行 足球、蓝球 这些全部都已经在做 那 这个赛马 暂时都没有用这个方式 那但是呢 据我自己 在国内的一些朋友 知道呢 反而就是马主 以马主之间 自己呢 就回到香港 八九十年代 就私底下 对赌 我的马赢 你的马赢 那都赌得挺大的 那而在国内 他们那个 养马的马主 也都有所谓 这些叫做 一口马股粉制 那我自己公司的同事 都有养了一只马 那给了 好像千多两千元 那就有一个 很微弱的股份 但是呢 都叫做 是叫做一个马主 那马出的时候呢 他们也都有一个 很投入的一个 分享 那当然日本这些 也都很盛行 那所以呢 这个这样的一口马呢 或者慢慢呢 香港赛马会 也都应该要参考 那当然啦 在我另外一节 准备在 十号 八月十号 那里呢 我们都会开始慢慢探讨一下 香港赛马 应该是怎样走下去 那 那而这个廣州的赛马 如果是真的可以 举行到 那 它是当重化这个马场 就是廣州啊 还是在廣州另外再 有一个新的马场 基本设施 和很多不同的基建 在廣州那里 是已经投入着呢 那这个就是很多细节 没有交代的 那而它到时 它去跑 那是不是就一定是香港 把那马云上去 那里跑呢 那就比较上是 周居雷顿 你每次要云 八个马上去 而可能会不会 只是去跑 三场 四场 那对于在那个赛马娱乐来说 又好像 不太够猴喔 是吧 那如果你在 比较上偏远的马场 我走进去看四场马 那可能 我当香港这样 三十分钟一场 喂大佬 两场 就是四场马 就是两个钟而已 那但是一 就是来来回回 进出马场 可能又整你几个钟 那就玩了你半天了 那这个就不算是一个 很好的娱乐了 那所以呢 很多 细节上呢 你还是没见到 香港赛马会是公布的 那所以呢 也都未 当然一定 当然有些人会猜 他会不会 当是海外投注 那我也都责民有的 因为明年呢 已经会开始尝试呢 海外投注的那个 转播呢 基本上 准备和香港本地 的赛马日呢 差不多是平起平坐 明年是增加了很多很多 所以呢 我也都在这儿 希望奉劝各位马迷呢 就一定要懂得取舍 加上香港 整个 那就是 我想东南亚是没问题 现在只不过我们香港 唇亡齿寒 我们的经济是 不断走下坡 而已 我有些朋友在台湾那里 开餐饮业 都不知道几火爆 开了二十几间分店 反而在香港呢 就收拾下一间 收拾下一间 那拉拉懵懵呢 幸好都有一些钱责 所以呢 我们自己作为在香港生活呢 都要懂得呢 去取舍 千万不要呢 就在现在 那个经济 逆行的下面 逆流向下面呢 就去花一些无益的钱 就算香港本地的赛马呢 我们都是 色海儿子 娱乐赛马 好吗 记得 1834633 娱乐赛马 就已经是很满足的了 多谢你的收听 新一季的会员优惠已经推出了 如果大家想在下一季 继续和我们一起听Michael的分析 和更多的精彩内容 大家记得加入我们 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 我们在这里约定大家